今天的大墩美展 堂堂邁入第28屆 真的是不容易堪稱 是台中最重要的藝文活動 而這場活動可以累積 將近三十年的時間 要感謝的就是台中市政府 還有在座的每一位藝文創作者 跟藝術家持續創作的熱忱 創作的能量 還有豐沛對藝術的經驗 謝謝你們 過去一年持續的創作 在今天要上台接受 屬於你們的榮耀 28年前 我們開始大墩美展 從地方性的美術競賽 28年後 我們展開了國際針見 大墩美展已經是全國國際性的 最大規模的一個公辦美展 大墩美展不只是藝術的表彰 我們更結合世界的潮流 符合SDGs的要求 大墩美展 讓我們的藝術家 有一個跟其他藝術家 互相交流 互相啟發的這個平台 我也要代表市長 跟我們統合團隊們 日上最誠摯的敬意跟謝意 要特別特別謝謝 我們11位籌備委員 55位評審委員 在藝術行政文化形態方面 也給我們很多指導 在這邊也代表盧秀燕盧市長 恭賀我們所有的得獎者 恭喜我們所有的得獎者 那至少 敬意 在藝術家里 在藝術家里 敗術家里 在藝術家里 在藝術家里 感谢观看